三個人手肘碰手肘留下歷史性的畫面 因為這刻是台美斷交43年來 首度有美國駐外大使來到台灣 美國駐外大使尼約翰用真朋友形容台美關係 背後也有濃濃的外交意涵 前駐美代表指出關鍵 因為美國駐外大使並非隨意就能來到台灣 事先都得經過美國國務院何可才行 但事實上拜登政府上任之後 台美間的官方交流從未停過 包括貝里斯 荷蘭 日本 普羅旺斯 瑞士等國家 美國駐當地大使都在拜登上任後 親自和我國駐外代表會面 甚至主動公開照片 而這在過去幾乎不曾見到 對抗中共 所以他在外交上有些自我的限制開始放鬆 而這次美國大使隨著帛琉總統來台灣 關鍵也在於台博都具備重要戰略地位 台灣地處美方第一島鏈 帛琉則是在第二島鏈 現在台博已經有海巡協定 美博也有國防合作計劃 台美日前更簽訂海巡備忘錄 等同台美博防護體系建構完成 包括博德在內的太平洋島國 跟美國的關係都維持一定程度的密切 而這樣的一個密切的程度 也讓美國繼續在太平洋地區 仍然保有優勢跟領先的地位 儘管美方有自身的戰略考量 而對台灣而言 擁有強而有力的後盾 對抵抗中國威脅來說 確實有其必要性 三菱喜歡防部封周凱 一支小組台北報導